本土疫情完全没趋缓 11号本土增加439例 而且已经连续三天都破400例 一周累计超过2000例 医师神正男就曾说 上海从新增100例到单日破万例 只花了三个礼拜 台湾目前RT值跟上海 几乎是一样引起担忧 本土按例仍维持在高点 值得注意的是 还新增一名中症患者 是一名没有任何慢性病的 30多岁年轻女子 曾经打过一剂BNT 确诊时CT值17.9 血氧浓度曾低于94% 呼吸有一点喘 使用瑞德西韦还有氧气鼻管 暂时没有住进加固病房 但这起案例引起青壮年族群的注意 没有慢性疾病 也有可能说像是肥胖 或其他的那些亚健康的状态 最新统计中重症率0.33% 重症率0.05% 而探开本土确诊地图 新北市台北市双双破百例 新人个案遍布18县市 医生神正男表示RT值下降 不要放弃围堵 这县市医状况定定防疫目标 未必一切跟随双倍 另外也有民众关注 口罩政策核实松绑 难道要带到明年 稍微再等一下 我们现在NPI大概一下子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会来特别的来放松 疫情烧进校园 造成建中学生确诊 其中一个班级和社团停课 改成线上社课到4月18日 本土疫情扩散又怕确诊数字在攀升 此伤数字简直不敢想象 记得综合报道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